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新思想 圆梦新吉林和两会云访谈专栏 共同关注吉林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本次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吉林代表团举行集体学习 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代表团团长景俊海主持并讲话 副团长韩俊出席 巴音潮鲁代表团副团长金振吉出席 景俊海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利益高远 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 对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 补齐民生短板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 具有很强的战略性 针对性 指导性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把握精神实质 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景俊海强调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强化担当 扛稳责任 狠抓落实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一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促进产业集群 集聚 集约发展 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 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进一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 推进产学研议体化创新平台建设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打造科技 教育 产业 人才 紧密融合创新体系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最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 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 深入推进五个合作 全面打造新发展优势 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 扎实推进平安吉林建设 排查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 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而要坚决扛起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责任 坚持走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的路子 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突出两河一壶治理 实施东部天然林保护 中部黑土地保护 西部合乎联通等生态工程 深化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让吉林的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土更肥 环境更优美 三要坚定不移 增进民生福祉 通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加快民族地区繁荣发展 促进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四要严格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扎实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 助劳初心使命 不断增强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始终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行 在兼具斗争面前不退缩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吉林实践中 建功立业 昨天出席13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吉林代表团 分组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代表团团长景俊海 副团长韩骏参加审议 巴音朝鲁 代表团副团长金正吉参加审议 韩骏代表说 钢要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做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指明了方向 有力体现和落实了 党中央国务院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 我完全赞成和拥护 下一步 我省将精准对接政策要点 形成工作清单 加强组织协调 狠抓政策落地 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率先实现新突破 建议率先推进东北平原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 再推进新时代吉林振兴 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 建设中韩吉林国际合作示范区 打造长白山阿尔泰山 世界韩地冰雪旅游胜地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 阿东代表建议 要加快推动图门江区域国际合作 推动东北亚多市连运通道建设 和经济走廊发展 抓好吉林省边境机场 边境口岸建设 积极打造东北长白山脉 世界级冰雪旅游带 促进东北亚经贸投资合作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激活发展新动能 确保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 郭乃硕代表建议 要支持建设长春市 综合性科技创新中心 主动融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 实施春节文化工程 纳入文化强国战略 通过传统节日 进一步凝聚民族复兴伟大力量 设立国家成人节 开展成人仪式主题活动 激发青少年成人意识 王润代表建议 要加大国家资金投入力度 提高现有普通铁路客运装备水平 提高速度 舒适度 增强老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 刘峰代表建议 要进一步加大 对吉林省转移支付支持 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区域一体化发展 提高重点粮食作物生产 发展冰雪经济等方面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刘逸春代表建议 要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产业优势 进一步加强影视和传媒专业 高层次人才培养 在吉林省建立本科 硕士博士一体化的电影学院 兼顾相关文史类专业 提升产学演艺体化能力建设 安贵武代表建议 要针对区域发展阶段 模式重点的不同 兼顾全国统一性 与区域发展差异化 精准谋测失策 立足城市和乡村融合 科技与产业融合 线上与线下融合 促进要素高效配置 着眼市场失灵或过度 及时补位调衡 图门代表建议 要针对边境民族地区 实际情况 深度实施区域差别化扶持政策 精准低贯多挫并举 构建墙边新格局 促进边疆繁荣稳固 金兽浩代表建议 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加强对农民生产要素的顶层设计 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 确实保障农民权益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张宝燕代表建议 要全面建立残疾儿童托管机构 推进公益托管机构试点工作 为残疾儿童提供全面康复与安置福 王斌代表说 白山市始终坚持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理念 突出做好林 山 水 土 大气 环境 互联互通七大文章 建议进一步加大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力度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俞中赤代表建议 要发挥行业协会 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桥梁作用 有力提升调配闲置资源能力 助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朴松烈代表建议 要加大边境口岸建设和管理投入 将国门和口岸建设管理明确为国家事权 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 分级管理 孙树珍代表建议 要做强做优做大实化产业 加大国家政策金融支持力度 增加项目投入 加快配套下游产业 形成互促互进良性格局 邵志豪代表建议 要做好乡村教育振兴 做好乡村教育规划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争取将吉林省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示范区 赤眼区 金鸿光代表建议 要明确十四五时期 碳排放总量减排目标 PM2.5浓度下降比例等量化指标 王子莲代表建议 希望国家支持松原白城 建立以茶干湖流域为核心的 东北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示范区 列入十四五规划 王丽萍代表建议 要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完善科技项目和创新基地布局时 加大向东北 特别是吉林政策倾斜扶持力度 朱桂燕代表建议 加大对环卫工人疾病防护 健康体检等权益保护 刘仁智代表建议 要加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责任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加大人才梯队建设 金雄代表建议 要大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要加快教育均衡化步伐 给予东北高等教育政策支持 尽快缩小区域差距 赵彪代表说 长影集团将按照守正创新 顾本培元的要求 坚持为人民拍电影 县力建党100周年 贤顺女代表建议 要坚持高站位 创新文旅融合等模式 推动文艺事业更好发展 高贵英代表建议 加大对吉林街杆全量化处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 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治理 谢中严代表说 报告在支持安排重点项目上 突出财政导向 体现了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是一个政治站位高 可操作性强的好报告 今天上午出席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吉林代表团 分组审议 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代表团团长景俊海 副团长韩俊参加审议 白银朝鲁代表团副团长金正吉参加审议 景俊海代表说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 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的实际行动 是发挥人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 制度优势的重要保障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务实举措 两个修正草案结构科学合理 内容切合实际 是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生动实践 为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提供了可靠保证 我完全赞成 草案通过后 我们一定紧密结合吉林实际 扎实做好学习宣传 研究阐释 贯彻执行等工作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地方人大建设 推进新时代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新突破 确保各项法律规定 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韩俊代表说 这次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 是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对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做主意义重大 我完全赞成 这次修改 突出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的不同功能 凸显了人大议事尤其是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即充分吸收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新经验 新成果 适应和解决人大制度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 也充分反映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 有关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及其职能发生的新变化 这次修改 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切实加强全国人大的政治建设 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 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吉林省将抓好学习贯彻 权力支持和保障省人大依法履职 切实把修正草案精神落到实处 八英朝鲁代表说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 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的立法实践 对于更好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投身和致力于现代化国家建设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完全赞成 修正草案坚持以宪法为根本遵循 充分吸收多年来全国人大组织和工作实践中的新经验新成果 进一步健全了党对人大工作实施领导的制度性规定 凸显了人大机关的政治属性 对全国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进行完善 有利于全国人大更好依法履职 更好发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 更加凸显了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杨志金代表说 完全赞成修正草案 建议全国人大组织法中明确国家监察委 适时向全国人大报告相关工作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明确特定问题的调查范围 做好议事规则与组织法的衔接与协调 张立军代表说 两部法律修正草案 框架合理 体系科学 逻辑严谨 内容充实 我完全赞成 建议处理好议法议规则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 代表法 立法法 监督法 监察法等相关法律 交叉重复的条文表述 做好衔接协调 张柏军代表说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 非常必要 非常及时 意义重大 建议在质询条款中增加 代表不得利用质询权 干涉具体司法案件和监察案件的审理或处理一款 韩福春代表说 完全赞成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在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制度和工作秩序 保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明伟代表说 两部法律修正草案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 体现了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秦雄代表建议 要抓紧启动制定和完善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秦和代表说 两部法律修正草案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性质和地位 适应新形势 新情况 新任务 新要求 导向鲜明 内容详实 针对性强 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举措 王丽萍 王冰 王江斌 王燕凤 姚松烈 华树成 刘立岩 齐松宇 孙树珍 杨小天 古凤杰 邵志豪 图门 金鸿光 徐燕儒 曾范涛 谢忠言代表 也就两部法律修正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代表们一致认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代表们一致表示完全赞同 坚决拥护 今天全国人大代表一气集团红旗工厂技术处首席技能师齐松宇 和七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 走上第二场代表通道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 齐松宇代表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名产业工人代表 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推动技术和产品质量提升 大家好 我是来自生产线上的工匠 在我看来 技术创新无大小 只要有突破 就可以推动技术和产品质量提升 比如说 汽车的车身 有几千个零件焊击而成 但是电阻压力焊在里面占比96% 而且这一工艺的漏焊和开焊问题 是困扰全球汽车行业的重大技术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经过三千多次实验 终于完成了电阻点焊工艺质量自动监控技术 终结了漏焊和开焊给我们带来的烦恼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讲 齐松宇表示 正是有了国家的强大 才有了一气的高速发展 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今后将继续发扬工匠精神 为中国制造保驾护航 2015年 我聘为吉林省长白山记的名师 每年要带200多个学生 正在为培养更多的工匠而努力着 在此我希望 国家出台更多的政策 为我们开措更大的一个创新舞台 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扬工匠精神 把细节做到极致 为中国制造转型 保驾护航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参加全国两会的 我省女代表女委员们 并没有休息 她们认真参加会议 完善修改议案建议和提案 以高度的履职议政热情 彰显新时代金国风采 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女委员们 在节日当天继续新信民生建言献策 宋志平委员与其他委员交流自己的建议 出十招 全力以赴让企业恢复生机 下午三点 吉林代表团前往人民大会堂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 女代表们精神饱满地迎接节日 屡职尽责 在两会期间过自己的节日 感觉到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的治好 也非常的幸福 三八节到了 我祝女工姐妹们节日快乐 两会期间能过上这样有意义的 三八妇女节感到非常荣幸 非常激动 祝我们姐妹们 节日快乐 2020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 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毫不放松 抓好粮食生产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 创造更多经验 近年来 我省坚持把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 聚焦农业现代化目标 扎实推进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 全力争当农业现代化 排头兵 我现在走在的位置是 前安县大侠迅务场深自分厂的厂部 大家可以看到 陆陆续续有员工来到这里 那么今天对于深自分厂的职工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按照计划 今天大侠农业公司 要对深自分厂的一万多亩地 进行土地流转 承包合同的签字仪式 正在这里有序地进行 就是把地分成一二三等地 一等地给一万亿包米 二等地给了九千亿包米 三等地给七千亿包米 保定产量之外 它给它一个保定价格 保底价格 一起按六毛钱算 那么就是市场低于六毛钱的时候 我们公司给它补到六毛钱 要高于市场价 就按市场价格走 这样的农民基本上没有啥风险了 稳耕有底气 制耕有能力 农肯改革这几年来 大侠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已经陆续集约了五万亩耕地 在农业生产上 一直走专业化的新路子 12行的免耕播种机 接杆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 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 都为粮食文产高产 提供了有利保障 2020年 大侠公司玉米最高赏产 达到三万斤 在遭受三场台风的情况下 每亩地玉米平均产量 超出历年30% 从今天的效果就能看出来 以上五日 基本上已经牵出 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了 我们临近分场 匣子分场 就已经集约成功了 今年已经实施是第三年了 所以他们年底 进行丰宫大会 我们也去参加了 只工是 不用我特殊血染 就从匣子分场 只工的脸上 喜悦的笑容 就能说明问题 五年来 吉林省突出建设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面积 达到了家庭承包面积的 45%以上 与此同时 绿色防控 水肥一体化 接杆还田 保护性耕作 行化作业 重氧结合等技术 一项项落实到天津地头 2020年 全省保护性耕作面积 达到1800万亩 覆盖全省八个市周的 32个县市区 今年 全省计划实施 保护性耕作面积 2800万亩 达到2020年 增加1000万亩 当前 正是被春耕的关键时期 全省将进一步 细化落实任务 加强技术指导 强化宣传培训 确保研究任务 圆满完成 作为国家重要粮食安全 生产战略基地 今年 吉林省研究制定了 关于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加强粮食生产的若干措施 从稳定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等10个方面 制定了30条具体措施 全省计划 今年耕种面积 8570万亩 比去年增加47.3万亩 其中水稻作物面积 保持稳定 一米播种面积 有所增加 为夺取全省粮食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咱们能把先进的耕种模式 和技术 融入到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这是咱们最大优势 所以说咱们能综合 让它说的农业主体 规模化经营 还是能达到粮食 文产 增产 最终达到增收的目的 这几年来 吉林省的农业发展 突飞猛进 从农业科技技术 还是农业的资金扶持 好总和好肥 还包括我们农业机械 你像这几年 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全用飞机织宝 这个高科技突飞猛进 我感觉吉林省农业 在上下 共同努力下 会越来越好 两会云访谈 今天邀请了 两位全国人大代表 松原市委书记王子莲 和国网通话供电公司 超收班班长初见美 听听他们对我省农业发展 黑土地保护等方面 都有哪些好的建议 二位代表您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农业方面的话题 二位对农业都很关注 松原市在吉林省也是产粮大事 而且全国性的粮食产量 在全国是不是也是名列前茅呢 是的 去年松原的粮食产量 达到了140.93亿期 连续三年 位居全省第二位 连续十年粮食产量超过了140亿斤 其中全国去年进入了全国十大产粮大线 那今年的全国两会 初见美代表您准备了关于保护黑土地方的建议 那现在这份建议您提交了吗 是 我已经提交了 那去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时说 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 那请问初见美代表 您在建议中是提出该如何保护黑土地的呢 是这样 对我们吉林的一些特色吧 怎样保护好我们的黑土地呢 让我们吉林的这块保地呢 能够多产粮产好粮 让中国人民的饭碗呢 装满健康粮吉林粮 那么我提出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关于保护黑土地这么一个建议 建议一啊 就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这个建议二呢 就加快机器化的推进 那么建议三呢 就加大对农民的一个培训力度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能够好一些吧 那再请问初见美代表 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农民的保护意识呢 提高农民的这种意识啊 首先要是把这种 他自己的这种思想上去改变 觉得我们这个保护黑土地呢 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人人家家户户都相关 保护好黑土地是一种责任 我觉得是赵武之福呢 只是后代 那稳定粮食生产呢 要藏粮余地藏粮余剂 那请问王子连代表 您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重点推进呢 我认为啊 应该做好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呢 就是做好第一篇文章 坚持呢 质量和数量并总 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啊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保护和利用好黑土地 第二篇文章呢 就是做好技的文章 要抓好 种子这个农业总的芯片工厂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第三呢 就要做好人的文章 不断提高农民的重量积极性 稳定粮食活动面积 为国家多出粮 煮好粮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吉林三农工作做出的 明确指示和殷切嘱托 只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力度 依托优势 转化优势 释放优势 那就一定能够推动 吉林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迈上振兴发展的新台阶 好的 感谢二位 大家好 小云又和您见面了 2021年的全国两会时间已经过半 经过几天的大数据分析处理 小云发现 关于全国两会的搜索量 环比上涨202% 相关门状热度 情根指数和天之云 舆情指数也都持续上涨 此外 通过专题分析监测功能 小云在全网一共搜索到约 1070万与全国两会和吉林相关的话题和文章 从中央到对方 这场增强信心 勿勿干劲的盛会 都受到了空前关注 两会上的吉林好声音 也是小云不能错过的了 央视新闻联播中报道了 吉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和十四五规划钢要草案的现场 人民日报在今天的两会特刊中 刊发了全国人大代表 吉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景俊航的文章 正当现代农业排同兵 传递了吉林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击精神 做好广播特展 脱贫攻击成果 同乡村振兴 有效行接的信心和决心 两会开幕以来 乃次代表委员的建议 就平衡登上微博热搜 这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上志豪提出的 让学生在校内完成家庭作业的建议备受关注 相关话题讨论1.3万 阅读量达到了3亿 邵志豪代表 还在央视社会与港频道 全国两会特别节目 《我建议》中提出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央视新闻1加1节目中 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秦和 他表达了对乡村教育方面的期待 央广网 你身边的两会撒话 围绕网约车该怎么管这一话题 展开了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池大提出了 设置网络车司机准路条件方面的建议 两会热点多 小云全搜罗 今天先说到这儿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吉林荣媒和骑士通APP上和我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微信 和即时通可复拜 感谢收看 再见 谢谢